住宅楼下如果是早餐店 民政会烦恼有油烟问题 黄保署跟五个连锁早餐店品牌 签署油烟防治自主管理宣言 空保处处长蔡孟宇说 早餐店给现代人方便 不过烹调的油烟如果没有适当处理 也让当地居民跟顾客困扰 因此协助业者改善 让业者跟民众双赢 每年这一些澄清的案件 都大概占了澄清案件的三成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数量 我们也希望他们的一个空气品质 能够维护得好 那能够对于周遭环境 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业者林淑丽说 客人都觉得店内的用餐环境改善了 我们还有做一个很棒的 很大台那个静电清清器 就是把油烟隔离 对我们的员工的身体状况也很好 一进来的话 那个客人都说 很棒好像是咖啡厅一样 黄保署制作手册 提供业者减少油烟方法 除了引进活性碳吸附 静电集成器 提升抽气量 阻挡油烟设备 并且改善动线 也请业者自主管理 定时清洁保养设备 维持环境清洁 近三年来已经完成 10,285家餐饮业辅导改善 超过本来7000家的目标 尽管记者证据为台北报导 或讨论